Hello 大家好 Hi 我是Niko 我是Apano 大家好 今天又有甚麼搞作呢 我們來到九龍灣 去做一些文青會做的事 就是去看展覽 藝術展覽 沒錯 這裏就是九龍灣的6311 6311的展覽本上 我們今天就去看這個 登登 就是這個 的展覽 這是一個很有名的英國藝術家 這個場地上次有舉辦繁高的4D展覽 這次就不知道跟上一次有甚麼分別 我也很期待 這次藝術家就不是那麼露面 應該說未露過面 因為他不會被人見得到 很神秘 不要說那麼多事 不疑是我們現在要上去 好 看到這個外面 我們剛才就在外面打電梯 但原來是要繞過門口 在另一邊進入 所以如果你接下來會來看展覽 就不要去坐門口了 來之前可以下載的apps apps叫做 IzI.travel 你下載完apps之後 就可以有個QR Code 就可以拍一個QR Code 它就會有聲音導航 你就可以聽聽這個作品是關於甚麼 內容的細節是甚麼 接著我們就跟著的guide line可以走 補充多一點 這個門口一進來的時候 除了掃的QR Code 你們都可以在這塊剪片拍照 這個氣球就是模仿了 它很有名的一幅畫作 的一個場景 你就代替了那個小女孩 好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就要進去 這個影片就會講述它一直以來的一些經典的作品 是一個類似的導覽 就會站在這裡看足夠七分鐘 對它有一點點 因為這些畫作在裡面 都有這次有七十幅左右的真跡 它會展覽出來的 阿龐非常認真地欣賞它的畫作 當你看完七分鐘的影片之後 我們就來到一個新的地區 這個地區其實很特別 它是一個模仿了Banksy 去做事的一個工作環境 你就會看到這裡有很多的噴漆 對 這個神秘的人我想是還原Banksy 因為他真的很神秘 沒有人見過他是什麼樣子 而他的確可以算是一個藝術界的鬼才 這個地區除了工作室之外 還有一些你看到的畫作 其實已經是他的真跡 這個畫作 記得如果你們要來的時候 千萬不要用手去接觸畫作 因為這些畫作其實很難保存 他這次的展出 他也要在特定的溫度 以及濕度下展出 希望大家也可以做一個 有功德心的 參加展覽的一個人事 不要破壞這些畫作 這裡同樣也有一個影片 就是在播放工作室 工作室的一些情況 這個展覽 這個展覽 其實地下就會有很多指示 指示你去怎樣看這個展覽 我們跟著的指示 來到一個新的區域 這些都是他的真跡 你有畫框 那些都是他的真跡 就像這幅畫作一樣 其實每一幅畫作 旁邊都會有一個這樣的廳 你可以在剛才入門前 下載的apps 輸入307 那你就可以看這幅畫的介紹 好像這些放大了的畫作 就不是真跡 但是的確就是Banksy的作品 這次的展覽 會刻意放大了一些畫作 讓大家可以有不同的視覺的感受 我覺得Banksy的畫作 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很充滿諷刺的意味 當下面的小朋友都很忠心 看著這國旗 你以為他看著這國旗的時候 其實就是一條內夫來的 這個展覽主要就是 講一些消費主義 諷刺一些消費主義 這幅畫的名字叫做 玩住購物袋的基督 顧名師 大家可以理解一下他的意思 如果當你真的不明白 他說什麼的時候 記得在你的apps 輸入這個數字 去聽他的講解 場上也有一些金句 就是Banksy曾經說過的說話 大家可以好好參透他的意思 這裡很好 看完展覽就可以來到這個咖啡 喝一下東西 這個杯子也很有設計 就是他最有名的一幅 小女孩與氣球的畫廠 這幅畫廠 而這杯 Latte 就是今次的一個特別的推介 我現在決定試一下 除此之外 這裡還有一些蛋糕 讓你看完展覽可以治好肚子 現在還有一個workshop 可以看看他在這裡做一些藝術 很不錯 現在我就要嘗試做 我剛才有一個fail-fail的示範 因為其實這個聞度很高 所以噴的時候不需要用太多的東西 就是不用擠太多 然後我那個就擠太多 所以到現在還沒乾 那我就嘗試做那隻 第二隻fail 所以我就怕會 那這個他說 你要一點時間的 那你放著就可以 耶 就這樣噴下去 對 那個沒有動 那我就拿走它 它就fail了 變了一批東西 因為太... OK 這個是可以的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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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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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已經染紅了 那個... 然後又都染紅了 我都是不適合做一個藝術家 就是這樣 我盡力了 你們記得如果星期六日 或者是觀眾假期來的時候 你們一定要嘗試一下 你們做不到BENSI 2.0 我不行 我都是適合做一個港女 再喝一杯咖啡的 說真的它真的挺好喝 它不會很甜 它又有玫瑰味 雲呢奶味不是很重 甜甜的 有一點像Rose Tea Latte 我現在想要噴東西 我有這個單身17年的經驗 嘗試噴這個噴漆 噴漆 噴漆 這個叫噴漆 這個是你 噴漆 噴漆 嘩果然是藝術家 如果你有3D眼鏡 就可以看到有立體的感覺 有3D的感覺 還有有4D的臭覺 這個是我第一次噴的時候 就完全失敗了 極惡得 不知道自己噴了什麼出來 但是 經過大師級的教導 我已經變了 有0.1分的進步了 我想 很漂亮 它逢星期六日都會在這裡 十二點至六點 都會在這裡 可以 入場的朋友 就可以過來這裡玩 可以嘗試噴 可以嘗試噴 這個帥哥哥 就知道 對 甚至他的背影就是他 這個就是阿sir 看到這條恐怖的隧道 不說我以為來了鬼屋 其實這個是Banksy 他很有名的一幅畫作 他就覺得這個走廊 其實就不要浪費了他 就把這個 他一個有趣之作 就擺在這條走廊 營造這個氣氛 他的燈光也是用這個 藍紅藍紅 就是警察的標誌 最特別的地方 我就覺得 當你走過這條 就會看到一個監紅的世界 其實他想反映的事情 就是每個人都生活在這個 監紅的世界裏面 就是很多這個CCTV 你都可以 我都看到我自己 就看到阿鵬在這裡 騰騰轉 而這一幅 就是剛才隧道那個 微笑警察的真跡 他原本是畫在一道門上 這次就搬來這裡展覽了 如果想知道這幅畫背後的意思 也是記得 在Apps裡打電話號碼 然後聽說解吧 穿過剛才的區域 我們就來到一個新的區域 這個區域 就是模擬了Banksy的酒店房 我們就可以看看 它是有整張床在這裡 它有整張床在這裡 還有一個這樣的燈牌 其實這張床是可以讓你坐上去玩 它是一個互動區 就不像剛才那些畫作不能碰 你可以坐下去 對 示範一下 如果你是Banksy的粉絲 或者你看過它的畫作 你會發現它的畫作裡面 有一件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經常都會看到有老鼠的傳作 其實在它的設計裡面 它都挺喜歡用老鼠作為它創作的一個元素 除了喜歡用老鼠的元素 除了喜歡用老鼠的元素 Banksy也曾經出過一個 和Disney有關的一個作品 就叫Dismalet 這個區域 大家可以坐在這裡 看看關於這個主題的一些片段 曾經做過的一個 曾經做過的一個 應該只看就不能玩 但其實只看已經很有趣味性 你可以有它的影片裡面看到 很恐怖 有骷髏骨頭 很恐怖 總之恐怖的元素 讓我試一試 我非常喜歡這一幅 它有它的簽名 很漂亮 這個就是剛剛的 迪士馬洛的一個鈔票 這個就是Banksy的其中一個 比較多人認識的一個作品 就叫做氣球女孩 Girl with the Loon 它在2002年 它就是一個滑鐵路的橋底 在橋下面 它說是更難看的 那是一個作品 就在一個橋底看到的 這幅作品也是我們 如果你們會來看 就是剛才我們介紹 一進來下載的apps的時候 右邊的一個牆 可以給你打卡的 只不過你自己的本人 就代替了這個女孩 所以我覺得 那是一個必須要拍照的打卡位 而這個就是 之後後期的私網震冊 它的號碼是600幅裡面的 就是其中第三百三十四幅 來的 我去看看有寫的 這幅作品裡面 你們會看到些什麼 沒錯 大家主要都是看到這個 但其實我暗戒裡面 看到一個A字 不知道是不是adventure 就是復你那個仇的者 還有它那個穿衣 有一點點像那些英軍 是嗎 是一個警察 應該是曲的 至於是不是這個 A字 我想你想多了 因為英國沒有這個 當然 那個是美國的 Captain America 這裡就有很多這些 postcard 還有一些 書 書 還有杯 反光 你現在看的是什麼 我現在看的是 這個很可愛 Mouse I love Hong Kong 它有點像那個 什麼 星際裡面那個 不是星際 那個叫什麼 那個 星球 什麼隊 什麼特工隊 什麼 那隻 Rocky 這個很漂亮 我們剛才在樓下看到 那個小的電話廳 這裡有一個超級放大版 然後可以讓你進去 我們走完一圈 就出來了 其實出到這裡 其實令我更驚喜 因為它有很多放大的作品 給你做打卡位 就好像 你在門口的氣球 那個 那個展位 這樣 那 今次這裡 香港 是亞洲區的巡迴 的首站 那它過往 這個展覽 在多倫多 其他歐美國家的城市 是的 已經很多地方舉辦過 那 香港 就是亞洲的首站 那 這個 那個展出的 時間 是 都幾長下 所以 大家都可以趁早買票 那 在Christmas 或者新年假期的時候 就和家人 或者朋友 一起來這裡 欣賞一下 它的作品 那 詳情就看回 Discuita 是的 看看 那希望你喜歡 今次我們 介紹給大家的這個展覽 那你也有什麼分享呢 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 拜拜 拜拜 喜歡就讚好分享給朋友看 訂閱完之後按鐘仔 下次搶先第一批題 記得follow我們的IG仔 like我們的Facebook Page有東西看 在下面留言和我們聊聊天 下次見 拜拜